不過建議大家在挑選馬卡時 不要只看馬卡的顏色 好好看一下馬卡萃取的濃縮倍數 以及馬卡萃取物的添加含量 才能夠判斷這個馬卡的效果到底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微笑藥師 之前在影片中跟大家分享過 馬卡這個成分 可以讓你表現出精湛的飆悍體力 但是市面上的保健食品 規格真的千七百塊 每家想像多自己才是 地表上最強的男性保健品 到底這些話術是真有其事 還是行銷話術呢 今天保健食品 稽查員就帶各位一起稽查馬卡 以馬卡的成分來說 馬卡的根部含有非常多的碳水化物 甚至高達59%以上 其中支鏈澱粉含量尤其特別的高 這導致許多本身是屬於腸胃不好的人 你如果吃了這個新鮮乾燥的馬卡粉末 容易發生消化不良甚至脹氣的狀況 而所謂的馬卡糊化技術 是經由馬卡根乾燥研磨之後 低溫加熱去除澱粉的一種製程 這個製程可以保留馬卡本身的營養價值 甚至可以讓馬卡的吸收度大為提升 此外因為去除了澱粉 它會讓整個萃取物的營養度更為濃縮 產生更多的營養代謝物質 但是告訴各位 在加熱的過程中 馬卡裡面珍貴的一些 寒溜化物可能會被破壞掉 所以胡花後的馬卡 在於抗菌以及抗癌的效果會大大的下降 甚至馬卡本身還有一些活性的植物營養物質 在這個胡花過程中 勢必會有所耗損 所以胡花後的馬卡是否會比較好呢 答案是不得而知 但是胡花後的馬卡的確吸收度會比較高 我一下給你的評論是 馬卡的營養價值的確在於根部 尤其是含有豐富的蛋白質 胺基酸及生物鹼等等 但是有研究顯示 在馬卡的其他生物部位 譬如說馬卡的花 馬卡的葉 甚至馬卡的筋 也有豐富的馬卡吸胺的成分 所以並不能說 全豬萃取的馬卡原料就不好 不過目前 失眠上大部分的馬卡產品 採用的馬卡原料來源 都是萃取至馬卡的根部 而菲亞廠商說的全豬萃取來源 我想給你的評論是 如果大家要仔細去Google 網路上的一些評論會發現 怎麼有兩派說法 一派說 馬卡要選擇黑色的才比較好 一派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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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卡要均衡攝取才對 到底誰講了才是對的 我們知道馬卡含有豐富的蛋白質 氨基酸 生物鹼等等 沒有錯 但是 不同的種植地區 以及馬卡的顏色 它馬卡營養價值會有所不同 一般來說 深色馬卡 像是黑色馬卡 或是紅色馬卡 所含的蛋白質含量 會高於黃色馬卡 另外大家最在意的是生物鹼 尤其是大家最在意的 馬卡吸胺這個成分 的確 黑色馬卡跟紅色馬卡含量 也是高於黃色馬卡的 甚至有研究顯示 這個黑色馬卡 在促進精子生成的效果方面 會有於黃色馬卡 或是紅色馬卡含 不過以營養價值來說 的確 不同顏色的馬卡 它的營養成分會有所不同 如果以營養攝取的觀念來說 均衡攝取這個做法 並沒有錯誤 但是如果以男性保養的功能 像是 砰砰功能 或是做提升體力 精子生成的效果來說 或許 黑色馬卡的效果會略勝一籌 不過建議大家在挑選馬卡時 不要只看馬卡的顏色 好好看一下馬卡萃取的濃縮倍數 以及馬卡萃取物的添加含量 才能夠判斷這個馬卡的效果 到底好不好 尾燒給予的評論是 符合事實 但還是要看需求而選擇 如果大家比較過不同馬卡的產品 會發現有的說我是 到底濃縮倍數是不是越高就越好呢 所謂的 一般是指新鮮的馬卡 本來6公斤 濃縮為1公斤 這樣子就叫做 6倍濃縮 濃縮的主要目的 是為了把 萃取物裡面的水分 跟碳水化物把它去除掉 但是大家想想看 不同的栽種地區 以及不同的馬卡顏色 不同的氣候 你種出來馬卡的水分 跟碳水化物的比例 就差非常的多 A原料的6倍濃縮 不一定比B原料的4倍濃縮 還要好 所以大家在購買馬卡產品時 千萬不要以為濃縮倍數的數字越高 品質就越好 告訴各位 有一件事情千萬不要做 就是不要把 馬卡的濃縮倍數 乘以萃取物的添加量 號稱能夠還原成多少新鮮毫克的馬卡 有些廠商都會說 我美麗膠填充500毫克 6倍濃縮的馬卡萃取物 實際還原成3000毫克的新鮮馬卡 於是許多消費者以為 我只要吃一粒馬卡膠囊 就可以滿足網路上說的 每天要至少攝取2400毫克的激量 告訴各位 絕對不是這樣子 網路上流傳各種的馬卡激量 或是研究採用的激量 都是指濃縮萃取後的馬卡萃取物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吃到2400毫克 以目前的規格來說 你可能要吃到4到5粒 至於網路上說 馬卡要吃到有效果 就要吃到2400毫克 到底這個激量靠不靠譜呢 其實這個激量主要來自於 2009年的一篇研究 這邊就顯示針對一些 輕度性功能障礙的民眾 每天服用2400毫克的馬卡 對於性功能的表現 以及整體的幸福感 會有小幅度的改善 於是許多廠商開始吹捧說 哎呀 馬卡要吃就要吃到2400毫克 但是這邊就有三個盲點 第一個 這個研究結果告訴你小幅度的改善 如果你本身性功能是很彈彈的人 額外吃有加分嗎 如果你本身真的性功能 比較沒有那麼好的話 改善效果是小幅度的 千萬不要太大的期待 第二個點是 這個研究的受試人數比較少 也就是說整體的研究可信度偏低 第三則 這個馬卡每天使用2400毫克 萃取物在不同的產品 它的有效成分含量會有所不同 你手上2400毫克的馬卡 會等於研究的劑量效果一樣嗎 這個也不得而知 我是要給予的評論是 濃縮倍數值是 新消化數 酒精萃取這個方法 的確可以大大增加 生物鹼的萃取率 甚至有研究顯示 僅有酒精萃取的馬卡 在於這個生育的表現功能上面會比較好 但是隨著萃取率裡面 酒精濃度的增加 生物鹼含量會增加沒有錯 但是其中的蛋白質跟含流化物的萃取率 反而逐漸的下降 甚至目前市面上的廠商都沒有明確公告 酒精萃取的製程 甚至產品的外觀也沒有明確標示 馬卡西安的含量 到底酒精萃取真的有比較好嗎 完全不得而知 我現在要給予的評論是 無窮查證 幫大家做個總結 如果要挑選馬卡的話 最重要的要看清楚 產品文案或是產品外盒沒有標示 這個產品所使用的馬卡原料來源是哪 你才能夠判斷說 這個馬卡夠不夠可信 另外不同文案裡面 馬卡萃取的倍率 以及馬卡顏色等等 甚至是馬卡萃取物的含量 大家也要去注意一下 此外告訴大家 馬卡的主要功用是 增加體力 而不是讓你更彰彰 所以千萬不要過多的期待 如果你覺得上班累 下班教功課也累的話 你就可以多試一些馬卡囉 今天有關廠商的馬卡文案的 機查分享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有其他相關問題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也記得分享給你身邊有在吃馬卡的朋友囉 我是維蕭老師 我們下次見